從秘魯入境的有祖孫兩人 那基因的定序是Delta的病毒 台中和秘魯入境的祖孫 現在經過基因定序 確定是印度變種病毒 情況緊急 讓CECC立刻提升防疫措施 印度、英國、秘魯、以色列、印尼及孟加拉等7國 那入境的旅客 換句話說他過去有14天的旅遊史和轉機 那就再進去 也就是因應全球Delta病毒株流行 從6月27號臨時起 台灣全面提升入境人員檢疫措施 而這對祖孫 因為是人回到屏東方山的娘家居家隔離後確診 南台灣出現印度變種病毒 也讓縣長潘夢安呼籲縣民不要大意 全力進行精準的疫調 擴大匡類 全面採檢 已經啟動封港散魚兩村 全村的篩檢 5到8的印度變種病毒會怎麼樣 傳播力一定是會更強 所以我們一定要去施打疫苗 連隔壁的高雄市長陳其邁 也不得不大聲疾呼 輪到施打疫苗的趕緊去打 因為印度變種病毒的傳播力非常的快 根據屏東縣府提供的傳播鏈來看 原本以為確診計程車司機傳播傳染了5個人 但台中祖孫在屏東方山居家隔離期間 疑似到隔壁親戚家串門子 按14407等3人 跟著這對祖孫有所接觸 因此懷疑傳播鏈疑似還有這5例 需等進一步等待基因定序 來釐清是否為同一印度變毒株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殘疾問題我們還是要可以跟地方政府 再來問問說他們在實際執行的時候 有哪一些困難我們再一起解決 指揮中心最新拍板開放疫苗殘疾施打 只要接種單位每天最後一瓶施打一半以上還有剩 就能按照事先公告的候補名單通知來接種 名單則以列符合優先接種類別的對象為先 不是優先接種對象的只要滿18歲 也可以預約後補 剩餘量的部分我們會有一個同意書 讓這個來接種剩餘量的接種者呢 它上面會有這個註明說 這個是剩餘劑量的使用者 預約殘疾的規範出爐就等實際上路 但民眾要怎麼知道哪裡有剩餘 是否輪到自己 實質上恐怕有難度 有沒有可能推出殘疾地圖 雙北都會遵循指引 不過施打殘疾登記到底要透過哪個管道 不只民眾聽了搞不懂 新北市也要呼籲中央 我想這樣的一個訊息如果沒有一致的話 將會造成全部施打疫苗的混亂 誠心的建立我們的中央政府 這個餘季的登記的過程中 能不能再把它清楚的律定 民眾你旁邊就有門診 就有這個診所 那你可以表達說 我想要預約 如果你有殘疾的話通知我 這個部分其實範圍就比較大 範圍大就會出現模糊空間 先前多起疫苗特權爭議 有損民眾信心 地方政府只期盼規則 不得清楚透明 別讓有心人士能夠深受干擾 TVB的新聞華少平李亭 台北新北採訪報導 殘疾開放施打第一天 宜蘭市衛生所門口大排長龍 全市民眾搶著預約登記殘疾名額 甚至還有民眾從台北打來宜蘭想預約殘疾 宜蘭市衛生所您好 衛生所電話接不完 所有人員忙翻天 地方縣市各自登記 無統一系統 也讓民眾質疑有被插隊可能 民眾質疑殘疾預約系統不夠透明 沒做好就草率開放 還可能在衍生類沒有預約 但有關係的人 可以先接種的狀況 像現在不是特選很多嗎 就亂打一通啊 就也沒燒脆也沒什麼的 憂心被插隊不公平 等於白白登記預約 而就在宣布殘疾開放使用不到一天 各地診所和醫院電話都被打爆 預約登記人數超乎預期 台北市秦光診所哀嚎 也有五六百人登記 緊急在臉書喊咖 提醒大家 疫苗不是天天有已經盡力 他可以打得到的機率 就是我剛才講的其實是不高的 殘疾是在當天施打的最後一瓶 所剩下極為極為少數的量 那個對於這些預約人 預約的人數這麼多來講 可以用杯水車薪四個字來形容 以新光醫院來說 希望把殘疾先給醫護人員 同住家人施打 動責五千多人 但每日醉醫後一瓶殘疾 最多就五針 等於光是醫護家人要打完就要三年 怎麼等都等不到 或者是說 天天會打電話來問說 什麼時候輪到我打殘疾 或者他是不是會 每天就到我們這個施打站的外面門口 來大排長龍 反而造成群聚 殘疾開放施打第一天 中央一句話下令 地方基層亂糟糟 也讓原本不浪費疫苗的美意 抱怨連連 TB的新聞聯覽 趙惠仙 台報道 台中中性國小 禮堂內 老人家排排座打疫苗 禮堂外中年男子在這邊等待 不過時間往回到兩個小時 他在早上9點左右 就跑來預約要打疫苗殘疾 當時他拿著號碼先回家 等到11點 終於接到電話 今天這處疫苗快打戰 剩下兩支殘疾 很開心 就是能夠物盡其用 還有另一位年輕人也接到電話 小跑步趕來打殘疾 幸運的候補上了 但就在兩名男子打完疫苗後 11點半左右 一名將近80歲的老婆婆 要來打疫苗 撲空了 他說自己是從台中旅中附近 徒步走到中性國小快打戰 這路途1點多公里 但老人家腳程慢 自己走了40分鐘 以為趕上了 結果記錯時間 只好等下週的通知再來一趟 還有中正國小快打戰 預約打殘疾的民眾 沒打到 還懷疑怎麼可能 會沒有殘疾 開屏後的剩餘劑量 那至於說怎麼預約的話 我們就等中央公告 看看有沒有一個統一的規範 台中在6月24號 58個快打戰 打了116劑的殘疾 6月25號只開9個快打戰 也打了18劑 但這畢竟不是固定數字 也不是天天都有殘疾可以預約 也涉及到公平性的問題 因為怎麼樣排序 怎麼樣排隊 高雄是否會定定民眾 預約殘疾的標準流程 陳其邁說 擔心涉及到公平性問題 給他一天時間 好讓他再想一想